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平行宇宙的概念虽然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的情节 但它在科学界其实是一个严肃的研究课题 在我们所熟知的这个宇宙之外 或许存在着无数个其他的宇宙 每一个都有着不同的物理法则和历史轨迹 在这些平行宇宙中 每个宇宙的你 都可能在经历住我们在这个宇宙中无法实现的事情 也许在某个宇宙中 你已经成为了一名著名的科学家 或者是一位影响世界的领袖 这些平行宇宙的存在 不仅仅是一种遐想 它们基于物理学中的多宇宙理问 这个理论假设了无数个宇宙的存在 每一个宇宙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开始和结局 想想看 如果平行宇宙真的存在 那么在某个宇宙中 另一个你可能正在体验着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 这样的想法不仅令人感到兴奋 同时也带来了深刻的哲学思考 在这些平行宇宙中 每一个决策和选择都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 这意味着在无数的宇宙中 存在着无数种可能的你 每一个都活在不同的现实中 这些平行宇宙中的你 可能正在经历我们这个宇宙中 从未有过的冒险和挑战 它们可能在解决我们这个宇宙中 仍未解决的问题 或者正在享受我们从未经历过的快乐 当我们在这个宇宙中遭遇困难和挫折时 平行宇宙中的我们可能已经找到了解决之道 这种思考方式 不仅开阔了我们的视野 也给予了我们无限的希望和可能性 平行宇宙的概念也提醒我们 我们的人生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 每一个决定和选择都可能开启一个全新的世界 引领我们走向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 在这些平行宇宙中 也许有的宇宙正在经历我们无法想象的科技进步和社会变革 这些宇宙中的你 可能正享受着我们这个宇宙所无法提供的机遇和经历 这种思考方式不仅令人感到惊奇 同时也激发了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欲 它让我们意识到 即使在这个宇宙中我们可能感到局限 但在无数的宇宙中 我们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当我们探索平行宇宙的奥秘时 我们踏入了一个令人惊异的未知领域 在这个领域中 学丁格的猫定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来理解平行宇宙的可能性 想象一下 一个封闭的黑盒子 里面藏有一只猫 在你打开盒子之前 你无法确定猫的状态 是生还是死 这个思想实验揭示了一个深奥的真理 在观察之前 所有可能性同时并存 这与平行宇宙的概念 一曲同工 在我们的宇宙中每一个选择 每一个事件都可能导致无数不同的结果 而在平行宇宙中 这些不同的结果可能都以不同的形式实现了 这意味着 存在着一个宇宙 其中包含了你所做出的每一个不同的选择 就像薛丁格的猫 在我们不观察之前 所有可能性都存在于那个封闭的空间中 但当我们转向平行宇宙 这个概念变得更加广泛和深远 在这些宇宙中 不仅仅是选择不同 连存在的规则和物理定律也可能完全不同 这意味着 在某些平行宇宙中 可能存在着我们无法想象的现象和生物 也许有的宇宙中 时间的流逝方式与我们所知截然不同 或者在另一个宇宙中 重力的作用方式与我们的宇宙完全不一样 这些思考让我们的想象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 我们可以想象 在某个平行宇宙中 或许人类已经掌握了星际旅行的技术 或者在另一个宇宙中 生命的基本形式可能与地球上截然不同 这些平行宇宙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对于我们来说 每一个都充满着精气和未知 我们生活在一个宇宙中 其中的规则和定律已经为我们所熟知 但是当我们方眼望向平行宇宙时 我们开始意识到 我们的宇宙只是众多可能性之一 在这些平行宇宙中 或许有些宇宙正在发生我们无法做到的事情 想象一下 如果在某个宇宙中 人类已经解决了所有疾病和战争的问题 或者在另一个宇宙中 生命形式已经进化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 这不仅仅是科学幻想 这是对无限可能性的探索 而薛丁格的猫定律提供了一个理解这些无限可能性的框架 在我们打开那个盒子之前 所有的可能性都存在 这是一种极其迷人的思考方式 它打开了我们对宇宙的认识的新篇章 而当我们深入探索这些平行宇宙的时候 我们开始理解 我们的宇宙只是无数可能性中的一个 每一个决定 每一个事件 在这个宇宙中的发生方式 在其他宇宙中可能完全不同 这种思考让我们对生活和存在的意义 有了更深的理解 它提醒我们 即使在我们的宇宙中某些事情看似不可能 但在无限的宇宙中 它们或许已经成为了现实 因此 当我们思考平行宇宙时 我们不仅仅是在探索科学的边界 我们还在探索我们自己的想象力 和无限可能性的边界 这是一次心灵和智慧的旅程 引领我们进入了一个更广阔 更神奇的世界 平行宇宙不仅仅是一个科学概念 它还是我们对这个宇宙的认识 和理解的一种扩展 它让我们意识到 即使在我们所知的范围之外 仍然有无穷无尽的奥秘 等待我们去探索 这种探索不仅仅是对宇宙的好奇 它还是对人类自身能力和潜力的探索 因为在这些平行宇宙中 我们所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可能已经成为了别的宇宙中的常态 所以当我们探索平行宇宙时 我们其实是在扩展 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 我们开始思考 如果在其他宇宙中 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 为什么在我们的宇宙中不可以呢 这种思考促使我们不断地挑战自己的极限 不断地探索未知的领域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不仅仅是在了解外在的宇宙 我们还在了解我们自己 因为在这些平行宇宙中 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另一面 看到了无限可能性的自己 这种探索是一种心灵的冒险 它让我们对生活和宇宙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欣赏 因此当我们思考薛丁格的猫和平行宇宙时 我们其实是在进行一次深刻的自我探索 我们开始意识到 即使在我们的宇宙中某些事情看似不可能 但在无限的平行宇宙中 一切都有可能 当我们谈论平行宇宙 我们不禁会想象一个场景 在另一个宇宙里 另一个你可能正在做着你未曾尝试的事情 这个概念不仅仅是科幻小说中的情节 它触动了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 想想看 如果平行宇宙真的存在 那么你在其他宇宙中的生活会是怎样的呢 每一个决定 每一条道路 都可能在另一个宇宙中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 现在 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个话题 首先 我们要理解 平行宇宙的概念并未在科学上得到证实 但这并不减少我们对这一假说的兴趣 毕竟 人类一直被为之所吸引 渴望探索那些我们无法触及的领域 如果平行宇宙真的存在 这将对我们目前的科学理论构成巨大挑战 我们所了解的宇宙规律可能需要重新定义 这不仅仅是关于宇宙的知识 更关乎我们对自身存在意义的理解 在平行宇宙中 每一个可能的选择都被实现 这意味着 每一个未曾尝试的梦想 在某个宇宙中可能已经成为现实 你可能是一位艺术家 一位科学家 甚至是一位冒险家 这样的想法让我们的想象力无限扩张 我们开始思考 如果能够探索这些平行宇宙 会发生什么 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探险之一 但是我们也必须面对一个事实 目前我们还无法证实平行宇宙的存在 尽管如此 这个话题仍然激发了无数科学家和思想家的热情 他们致力于研究宇宙的奥秘 希望有一天能解开这一谜题 现在 让我们回到你在平行宇宙中的可能性 想象一下 如果你可以见证自己在不同宇宙中的生活 会有怎样的感受 这不仅是关于自我实现 更是关于对生命无限可能性的探索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梦想和憧憬 但在我们的宇宙中我们无法一一实现它们 如果平行宇宙存在 那么在某个宇宙中你可能已经实现了那些梦想 这种想法给予我们一种安慰 即使在这个宇宙中我们无法达到所有目标 其他宇宙的我们可能已经做到了 当我们谈论平行宇宙时 我们不仅是在讨论科学上的可能性 我们也在探索人性 以及我们对未知的渴望 这是一个关于希望 梦想和无限可能的故事 所以当我们思考平行宇宙 我们不仅仅是在思考科学 我们也在思考我们自己 以及我们在这个广阔宇宙中的位置 这是一个让我们深思的话题 也是一个充满奇幻与可能性的话题 平行宇宙的探索不仅仅是科学的探索 它也是对人类精神的探索 它让我们思考 如果有无数的可能性 我们对当下的生活会有何感受 这是一个关于自我发现和自我实现的旅程 在结束这段话题之前 我们要记住 平行宇宙的探索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它不仅是科学上的一个猜想 更是人类对未知的一次大胆尝试 无论结果如何 这个探索过程本身就是一次惊人的冒险 我们期待着有一天 科学能够揭开平行宇宙的神秘面纱 直到那天到来 我们将继续梦想 探索并寻找我们在这个宇宙中的真正位置 平行宇宙的概念提醒我们 即使在看似平凡的生活中 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 因此 当我们思考平行宇宙时 我们不仅是在思考其他的自我 我们也在探索这个宇宙的深邃与奇妙 以及我们在其中的无限可能 这是一个既令人兴奋又充满奇幻的旅程 最后当我们将目光投向星空 思考那些我们无法触及的宇宙 我们也在寻找自己的答案 在这个探索中 我们不仅是在寻找科学的答案 更是在寻找生命的意义 平行宇宙的概念 就像一扇打开未知世界的大门 引领我们走向更广阔的视野 如今 人们对平行宇宙的认知也越来越深 也在寻找证据 人们还是非常认同平行宇宙的存在 并且努力制造另一个完美的自己 或许在未来某一天 我们实现了平行宇宙的穿越 那么相遇的时候就可以非常自豪 探索宇宙其实就是一个无底洞 充满着无限可能 可能碰壁也可能有收获 这都是过程中的享受 常言道 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 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